这种发行基础 在第一次建造 上海总会的时候 得到了常识 那么后来 在各种高楼大厦的 建造当中 得到了广泛运用 好 大家先记录一下 听说了吗 什么呀 今天回来一个新老师 女的 女人学建筑的 可不多 不知道漂不漂亮 老师 你猜 这新来的女老师 漂不漂亮 不认真上课 这么小年纪 贪是面人哪 来这里不认真听课 沈其南 站起来 对知识一点都不尊重 还学什么学 今晚的课 你就站着上吧 下面 我给大家介绍 一位新来的老师 有请 傅老师 不认真真出品 各位同学你们好 我叫傅韩君 是一名建筑师 汤校长请我来呢 给大家讲课 我希望我今天所讲的东西 可以对你们以后的职业生涯 有所帮助 请我讲 请我讲 是啊 懂建筑吗 这叫咱们讲 好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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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之前没有做过老师 但是我仍然希望大家可以尊重我的讲课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举手问我 不要在下面窃窃思语 明白了吗 站在那儿的那位同学 明白 好 你可以坐下 老师 是上节课林老师让他发站的 说是让他站一晚上 那你请便吧 沈老板请留步 什么事啊 韩军老师 堂堂浦江营造厂的老板 竟然跟一堆二十出头的学生混在一起 真是令人想不到 我也是奇怪了 堂堂一个涵盖事务所的经理 拿到了白鹿经社这个项目 明明应该忙得不可开交 却在这里开班授课 说起来 白鹿经社这个项目是不是你在帮我 这么没自信啊 没有我帮你的话 你中不了标啊 我知道 你是这个项目的成见商之一 是啊 所以我很忙啊 没空管你这些事情 看得出来你确实很忙 白天要工作 晚上还要来这儿上课 真是努力奋斗的典范 你可能会从我身上 但从我身上没有 这 这是隐私你知不知道 还念出来 这是你写给我的 别自作多情了 这么难看的字 确实让人过目难吗 什么难看的字啊 我们英文老师还夸我呢 英文学得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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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